大家好,我是韓國科技業務蕭佳馨 今天很高興為大家帶來這段影片 這系列影片總共分成五段 首先這個禮拜我們要介紹的是數位矩增處理器的部分 接著我們會介紹它所有的軟體設計的範圍 還有包括跟其他硬體連接的部分 以及牆壁面板的控制 還有實際應用的一些示範 接下來今天的主題就是 我們先簡單介紹一下 什麼叫數位矩增處理器 好,那現在開始講到我們的主題 數位矩增處理器的部分 那到底什麼叫數位什麼叫類比呢 大家都可以知道說 傳統的類比技術跟現在的數位技術有很大的不同 那簡單一點呢 大家都會講說價錢有差 那除了價錢之外到底還差在哪裡呢 我們接下來看看 左邊這一大串就是我們傳統的類比系統 右邊呢就是現在的數位系統 傳統的類比系統來講的話 我們混音器我們要集軌 它就需要這麼大的一台介面 那EQ等化器的部分 甚至到參數型EQ或是Compressor Limit 底Ether 你要什麼效果 我就買一台機器 然後組成一台很大的機櫃 對於我們搬運上來講是非常大的問題 那成本上跟線材更不用去考慮這個事 一定比數位貴很多 現在數位的部分呢 我要什麼東西我就拉進來 像左邊這樣我小小一台EU的機櫃 我可以做到所有前置的處理 再來我們就講到數位傳輸的部分 數位傳輸的部分 數位的訊號 簡單我們可以看到是AES-EBU 還有SPDIF這兩個東西 簡單來講呢 AES-EBU就是一個平衡的訊號 SPDIF就是一個消費型 它就是非平衡的訊號 那傳輸的方式就簡單來講 有一般的Excel 就所謂的Canon頭 然後RCA 然後BNC BNC就是同軸電纜 還有光纖的部分 或是直接手網路介面 那這是單軌的數位音訊部分 再來呢我們會看到很多常見多軌的音訊傳輸 最主要最主要還是以MEDi為主 MEDi的部分呢它其實就是 以AES做一個界定 就是所謂的多軌AES 就叫MEDi 再來就是幾年前出現一個Sound 跟CobraNet還有現在最新的DentingNet MEDi的部分它全名就是這個 Multi-Channel Audio Digital Interface 所謂的多軌音訊數位的界面 它在1991年所制定的一個規格 那大家可以看到說它分為 各個取樣頻率它有分為 不一樣的軌道輸入 再來就是CobraNet CobraNet是在這個公司 Surgical Logic在1996年出現的 它一樣是64軌 那這個界面呢 本來已經要統一整個數位的傳輸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最小延遲非常的長 所以漸漸的被其他東西所取代 再來就是AES Sound AES Sound它就256x256軌 非常大 延遲也很小 那它為什麼沒有去取代 這樣的數位的事件呢 原因在於它只能一個 它不能去做HUB的一個傳輸 所以它在連線部分 會出現一些比較大的問題 DentingNet是現在目前最新的 在06年所推出的東西 64x64軌 它的延遲也非常的低 那它可以透過一個GIGABYTE的HUB 去做所有聲音的一個傳輸 基本上Denty應該是未來的一個趨勢 那很多機器也開始導入了Denty的這個界面 包括我們手上今天所介紹的SAMATRIX的東西 然後或是AES的混音器 甚至像YAMAHA的矩陣跟YAMAHA的混音器 很多很多的牌子都開始介入Denty的這個界面 再來呢 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現在市面上目前比較常看到的 網路控制的矩陣音響系統 現在的數位矩陣處理器 它大部分都是透過網路來控制 可能用一台電腦透過網路的方式來做控制 來做聲音的傳輸 聲音傳輸就像我們剛剛之前講到的Denty 或是Cobanet 或是E2Sound這些都不管 那一樣都可以透過電腦去做一個控制 這就是現在數位矩陣處理器的一個功用 客人在高雄 我的公地在高雄 那我要怎麼去透過遠端來做控制 甚至我在我家就可以直接去檢測說 我現場的BGM系統出了怎樣的問題 然後可以直接用電話 就來達到一些除錯的功能 當然還有其他更多更方便的東西 但現在這一類的東西 我們大概比較常看到 就是包括PV Media Matrix 然後SAMATRIX的SIMNET系列的東西 YAMAHA DME系列的東西 跟PVIA系列 然後很多很多 包括像Altis也出了這系列的東西 那再來就是我們 這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SAMATRIX 它的Cobra系列的東西 那現在它新出了另外的矩陣系統 那也是這個SIMNET的東西 好 那非常感謝各位收看這一次的影片 那接下來還會有四段影片 然後分別的針對其他部分 來做個簡單的介紹這樣 非常歡迎各位 下次的光明謝謝